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边的错误》可以达80分 这部影片上映前 就备受影迷的关注 影片改编自作家于华的 同名先锋派小说 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这部电影解读的空间非常大 它借用犯罪悬疑篇的外壳 深入讨论了现实与精神 现象与本质 秩序与暴力 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等等问题 故事以一起离奇的杀人案开始 吸引我们的不再是侦破的过程 而是每个人在侦破过程中的反应 非理性的偶然的因素 成为了叙事的主动力 凶手杀人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目的 犯罪悬疑篇的套路被完全颠覆了 侦破过程中常见的推理 动作等场面都看不到 故事的走向完全不在人的意料之中 在影片的后半段 真实和幻觉之间界限几乎都模糊了 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几乎都被动摇了 朱一龙饰演的警察 成功地演绎了人物游走于想象 和现实之间的困惑感 曾美惠兹饰演的妻子 把整个故事带回到现实的生活感当中 为作品增添了色彩 河边的错误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电影的一次进步 可能对于不熟悉艺术电影的观众来说 这部电影的理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最好的相遇》是本周在情感表达力和道德伦理上 最需要讨论的一部新片 故事讲述的是不得志的 毕朝医生曹鲁依 来到了一家特殊人士的疗养院 用他承载观众的视角 传递导演对特殊人群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天真的 同化化的 超现实的 在我们当前社会的宽容多元的 价值体系面前 这所疗养院就像一面镜子 我们在镜子中审视着自己 是不是其中注入的虚伪与自私 已经长久到我们无法察觉 其实电影里面有一个 值得反思的高概念 涉及到《桃花园》里的一对主角 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的生命 确定如此短暂 那这场生育还需不需要进行 这时候观众才会意识到 电影的片名最好的相遇 并不是指曹医生遇到了他们 也不是指特殊人群之间的爱情 而是指特殊人群 他们也有婚育的权利 虽然《金日佳》贯穿了 整部电影的虚实线索 但这部电影的表演难度 却落在了张俊宁和邱泽上 表演的难点不在于对特殊人士的模仿 那是演员的基本功 难处在于如何用特殊人群的形态 去演绎现实时光中 普通人能理解的内心纠葛 这一部分属于真正的创造力 也是说服观众 相信这份情感真实存在的关键 而张俊宁和邱泽 最终接触了这份考验 你为什么非要这小孩了 为什么不要 你有爸爸吗 废话谁没爸爸呀 那他为什么要你 这份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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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